在一款课经游戏里花了多少钱 衡量的未必是你有多了解、多热爱游戏 而更可能是你本身有危险的赌博成瘾的心理倾向 大家好,我是X小包 都知道我是一个主机单机玩家 一般我是不会玩手游和网游的 但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款最近非常火的游戏 那就是暗黑破坏神不朽 不朽一直是一款充满争议的游戏 因为这是暗黑破坏神历史悠久的IP 第一次登陆手机平台 当初还有非常著名的梗 国际服其实在一个月之前已经上线了 国服因为一些原因最近刚刚开服 那么成绩显然是非常惊人的 全球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2000万 然后国服开了以后 全球的营收已经达到了1亿美金 这期视频会非常详尽的向你解析 整个暗黑破坏神不朽的核心课金机制 最最会让你引导向赌博 影响让你上瘾的那些机制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呢 今天所讲的所有这些是基于国际服务 也是基于海外玩家的评测的 国服可能有所不同 我想先请大家投个票 你会不会玩暗黑破坏神不朽的国服呢 会的打一不会的打二 请在公屏上告诉我 太长不看先说结论 暗黑破坏神不朽呢 实际上是披着一款 暗黑破坏神外皮的一个十连抽课金手游 用国外玩家的话来总结呢 就是不朽是一款建立在完全错误的基础上 但是设计精妙制作精良的游戏 它为了引导玩家付费 设计了一层又一层 可以说是九尾湖的千层套路 你可能要说 中国这些课金手游 像元神啊 像那么多各种各样的 日本的这些课金游戏 不是非常多吗 大家也玩得很好 没听说谁赌博上瘾呀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认为所有的 free to play的游戏 长远来看 其实对于整个游戏产业来讲 都是有害的 不朽在荷兰和比利时这两个国家 是不能够发售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不朽这款游戏内在的课金机制 违反了这两个国家 对于虚拟战利品开箱 也是一种赌博的法律 2018年呢 荷兰和比利时两国立法 认为随机的开箱掉落 也可能会给部分玩家带来压力 有些玩家会为了 获得完美的开箱结果 而不断付费 这会让那些有成瘾性格倾向 自控力差的人 染上赌博的恶习 而暴雪的决定是 即便在这两个国家 完全不上架 也不愿意去更改 游戏中的任何课金机制 先要说一下 这款游戏的基本面貌 首先这款游戏的剧情 是介于大波罗2和大波罗3之间 可以争为大波罗2.5 实际上暴雪还做了很多 原创的补充设定和剧情 把二代和三代之间的 这个故事给串联起来 免费下载的不朽 它不是一个完整版的游戏 它是一个流程 这个流程没有完整的终点 玩家只要参与进去 就需要不停的付费 玩家的持续投入 很快就会超过 单独购买一块游戏的费用 我们先来说一下主线任务吧 其实可玩性还是有 如果你玩过 暗黑破坏神2和3的话 相对于以前的 这些比较复杂的流程 简化了非常多 而且手机上会给你自动巡路 关键是你每打完一个地牢和boss以后 立刻就会弹出 你要不要购买打赢这个boss的装备 比如一开始的这个疯王 那么买装备的这个钱 也会不断的往上涨 一开始从8块人民币 到38人民币 到60块人民币等等 开始引导你去付费 前面的这些流程可能都还好 那么什么时候 这款游戏的课金 开始让人觉得重了呢 那就是35G以后 如果你是一个暗黑破坏神 PC版的老玩家 你应该知道 很多人有一句话叫 暗黑破坏神这款游戏 60G以后才开始 因为你基本上把一个角色的 基本的最核心的build给建好了 然后呢 升级会不断的变快 但是在不朽这款游戏里 你会发现 你一旦练到了35G以后 你的升级反而会变慢 然后游戏就会开始诱导你 你只要刻了 你才会很快的去升级 那么玩家在35G以后 最重要解锁的系统是什么呢 也就是宝石镶嵌 GEM和Crest徽章系统 这是不朽课金的核心系统 玩家要不断的反复的进入上股秘境 Aer the Rift去刷 那么这个课金系统的效率呢 非常之高 你如果想得到最完美的结果 你几乎可以每分 每五分钟就刷一次上股秘境 那么一小时你就可以投入 大概约2000人民币的金钱 那么这个上股秘境呢 实际上是一个程序生成的地牢 这个地牢呢 最后都有一个关卡最后的Boss 游戏允许玩家一个人 或者和四个人一起攻略这个地牢 这个地牢大家看到 在画面的左边有一个进度条 你只要杀敌就会累积 当进度条续满的话呢 这个关底Boss就会出现了 然后这个进度条本身 还有一个倒计时指针 你必须在倒计时结束之前 完成对Boss的击杀 如果你没有完成击杀的话呢 就相当于失败了 那么这可以说是不朽PVE的核心模式 不朽的客金系统呢 就是围绕上股秘境展开的 你在进入上股秘境之前呢 可以给这个地牢设置 预设这个徽章 这个徽章呢 有两种等级 一种叫西有Rare 还有一种呢 叫传奇Legendary 那么这个传奇呢 其实还藏了个阴招 我后面再讲 那么这个徽章呢 你要么购买 要么合成 合成的话呢 看起来是免费的 但是你收集制作材料 就非常麻烦 而且它每周有获取的上限 那么西有等级的徽章呢 会作为任务奖励赠予 但数量也很少 传奇徽章呢 是允许玩家无限量购买的 而且会明确告诉玩家 你只要家在战斗之前 也就打这个秘境之前 佩戴上这些传奇徽章 那你打败Boss 才会确保掉落传奇宝石 所以这里的导向性是非常明显的 刚刚来到上古秘境 这个冲徽章界面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说 一次可以冲三个徽章 这时候呢 你要注意一下 系统没有任何界面告诉你 可以冲更多 我们等会再回到这个界面 你会发现说 这里面藏了很多机关 不朽的付费系统呢 实际上被故意设计成非常复杂 环环相扣 仿佛像一个蜘蛛网一样的一个网络 目的呢 就是为了让玩家一头雾水 你掉进这个蜘蛛网 就很难搞清楚 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在付费 游戏里有高达22种的付费货币 或者素材 可以喂到各种不同的 合成和升级系统里面 如果你不看攻略 你自己摸索的话 简直就是一头雾水 这22种道具呢 还有非常复杂的转换逻辑 那我这次呢 就不展开 总之我告诉你 最重要的 最核心的 你可以购买的道具 就是永恒魔球 Eternal Ops 它的核心课金系统 就是购买永恒魔球 然后用永恒魔球 去兑换传奇徽章 再用10个徽章 刷上古秘境 确保掉落传奇宝石 然后你用宝石镶嵌 才能得到最强配装 然后基本上就是不断的买球 换宝石 刷秘境 掉装备 就是这么一个循环 宝石 是这个游戏 最重要的 玩家需要刷的素材 你可以认为 其他一切的系统 道具 都是辅助和加快 这个上古秘境 刷刷刷的效率 所以围绕上古秘境 和围绕永恒魔球的购买 不朽可以说 设计了最为精妙的 心理学和经济学的 双重打击 引导玩家 进入这个付费陷阱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这个永恒魔球的购买 这个永恒魔球设计的非常巧妙 首先我们会看到一个图 会看到一个 我列了一个表格 那你会发现说 魔球最低的起脉 是60个 和315个 也就是买300送15 然后下一档 就神来之笔 就是有60个魔球 那么你会发现说 60个魔球不够冲一个徽章 太少了 那么315那一档呢 又正好比可以冲 两个徽章的320 少了五个 你会发现说 干嘛卡我五个呢 我明明就差五个魔球 我就可以冲两个徽章了 对不对 你很不爽吧 这种不爽 是刻意被设计出来的 然后呢 你就会往下一档看 下一档是630个 也就是你买600个魔球 送你300个 大概就来到了 80元人民币左右 你会发现说 这又比能够正好 冲四个徽章的 640个魔球 又差了10个 是不是非常恶心 那再往下看一档吧 好 我们终于来到了 186人民币这一档 这是这时候呢 你一口气能买几个魔球呢 能买1650个 这下总算是凑个整数了 因为1650个呢 你正好可以一口气 冲10个徽章 10个徽章就是1600个嘛 你还多出50个魔球来 对吧 就够了 然后这时候你回来一看 发现说 传奇徽章购买的界面 它早就在单独购买 一个徽章的旁边 给你设计好了 一口气买10个徽章的按钮 这时候你会很奇怪 明明你不是一次 只能冲三个嘛 为什么一口气 它让你 它那么引导你 一口气买10个 好 你把这个徽章 拿到我们刚才说的 三个徽章的 这个冲徽章的界面 当你把三个徽章 填进去的时候 奇迹发生了 见证奇迹的时刻 朋友们 你会发现 下面神奇的 又出现了 7个档位 然后一口气 你正好可以冲10个徽章 游戏之前没有任何提示 只有在你冲了三个以后 会告诉你说 一口气可以冲10个哟 冲10个以后 你的掉落率最高哟 没想到吧 一口气冲10个徽章 你不觉得这个 跟10连抽非常像吗 那你说这个徽章 冲和不冲 区别到底大不大呢 so what we're going to do here is i'm going to run this and this rift right here is going to cost me about twenty dollars yeah it's really not a big deal oh he's almost dead okay wow so we're going to do no crests i'm going to show you guys what just an average run looks like okay all right let's see the loop wait there's no chest I didn't get any upgrades what can I do for you 课的玩家 5分钟可以获得的战利品 不课的玩家 要花5到6个月的时间 才可能获得 已经习惯了 国内这些抽卡 课金手游的玩家说 这不是挺好的吗 对吧 play to win 说明你课金真的能赢 一课金就拿成装 但我想告诉你的是 这是个无底洞 有一个新西兰的直播主 实际上呢 他第一周的时候 就在不朽里 花了将近4000美金 也就差不多 大概27000元人民币 然后没有刷出任何的 五星传奇宝石 但是呢 他没有收手 然后呢 他最新的消息是 他已经花了1万美金 也就是差不多快 7万块钱人民币 但是还是一个五星宝石 都没有抽中 这非球的手气 我们再换一个视角 审视一下这个设计 你不得不佩服 网易和暴雪 真是太高明了 上股秘境的刷盖过程 等于是在开宝箱之前呢 增加了一点点的游戏体验 5分钟左右的倒计时 意味着玩家只要具备 最基本的操作技巧就够了 恰恰是这个玩家 必须先打怪 才能开箱的设计 让不朽在非常多的国家 不违反反课经法规的情况下 打了擦边球 免于公布掉落率 所以他的掉落率 可能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有玩家统计了一下 可能五星宝石的掉落率 只有0.05% 如果说 网易是让你一次冲十个徽章 然后立刻开宝箱的话 那就是一个典型的十连抽 刷涮谷秘境的过程 只是用你自己打怪的 紧张刺激的五分钟 替代了阴阳师里的画幅 或者元神之类的动画 这就是不朽 这款游戏课经最可怕的地方 还没有玩 除了涮谷秘境 这个核心课经系统以外呢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战斗通行证界面 这个如果你玩过网易 其他的手游的话 你可能非常熟悉 战斗通行证 在不朽里面呢 战斗通行证 是分成两条进度条的 上面一条呢是免费的 下面一条呢 是需要付费开通的 也就是你首先要花 38块钱人民币 才能开通强力战斗通行证 就是Empowered Battle Pass 实际上这个战斗通行证呢 相当于是一种奖励系统 就是你完成 这个战斗通行证里面 给你指定的一些任务 它会给你完成 这个任务的相应奖励 你注意啊 这里又玩了一个花式 你这个战斗通行证 开通的时候呢 竟然还分两档 有一档是这个标准的开通 还有一档叫收藏版强力 战斗通行证 你要花100多人民币开通 这个战斗通行证呢 除了给你这些 已经有的奖励以外 还会送你一些 外观美化的道具 这里呢 也是激怒海外玩家的一个点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不朽上市之前 其实海外的玩家群体 反反复复跟暴雪确认说 不朽 不会直接售卖能力道具 也就是不会pay to win 为什么呢 因为直接售卖能力道具的话 就是不公平嘛 对吧 但是我们注意到是 这里暴雪赤裸裸的 直接违背了他们的承诺 为什么 因为战斗通行证10级 你只要开通的话 它直接会送你 一把有传奇等级的 副手武器作为奖励 只是变了一个方式 但是实际上呢 这跟实际售卖一个 一个传奇等级的副手武器 是没有区别的 更加夸张 更加直接的是呢 战斗通行证的评级 是直接可以购买的 这里呢 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玩家要从 战斗通行证的13级 升满40级 当中呢 有27级的这个差距 你就可以买4050个魔球 也就是大概人民币550元 你直接就可以从13级 升满升到40级 一口气把所有的奖励都拿到 战斗通行证呢 它是分时间卖的 它是分季的 也就一个月是一季 所以这个战斗通行证呢 你就可以认为是一种月卡 但这个月卡呢 甚至都是要求你天天登陆 来拿福利的 也就是说 也就是某些人说的啊 就是网易这种游戏 简直就是花钱打工 花钱上班 那么如果你说我不课啊 我也可以有时间啊 来换这个经验 我天天登陆 拿免费的那个战斗通行证 可以吗 那设计师早就想到这一点了 那么战斗通行证呢 就显出了另一面 首先呢 战斗通行证 你每周可以获取的点数 是有上限的 然后如果你说 你前六天就已经把上限达到了 那你必须等到下周一 它才会重置 不知道网易是不是出于好心 为了让你防沉迷 它是有一个硬上限的 但是如果你愿意花钱呢 你不但没有上限 而且你可以立刻得到 如果你得不到的话呢 你可以再花钱 还有一个更恶心的 更糟糕的系统 叫丰盛恩惠 Boon of Plenty 这个丰盛恩惠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呢 号称是 你可以一次性购买 30天的登陆奖励和阅读奖励 包括每日登陆奖励 额外登陆奖励 还有一些比较便捷的功能 比如说道具栏扩容六行 还有从游戏中任意地点 直接访问商店 这个丰盛恩惠呢 要价大概70块钱人民币左右 76块钱人民币 听起来是帮你省事 对吧 但是呢 就像几乎所有的玩家 不会去看细则一样 这个丰盛恩惠 如果你读一下 它这个细则是非常恶心的 首先呢 这个丰盛恩惠可以购买多次 最多呢 可以累积90天的奖励累加 但是呢 每日登陆奖励 只有在丰盛恩惠激活的情况下 才能领取 也就是说 如果你某天没有登陆 你当天的奖励呢 就永远的失去了 也就是说 你花钱呢 只是买了一个 每日登陆领取奖励的机会 而不是稳拿 然后这些便捷功能 刚才说的 这个道具栏这些功能 也在丰盛恩惠 这个你过期以后 它就会失效 我是没有尝试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说 你这个道具栏位多给的 然后你这个 丰盛恩惠过期了 立刻所有玩家道具 就扔在地上了 你也可以想见 如果你已经很熟悉 说道具栏位多了六行呢 对吧 而且随时可以访问商店 然后你已经习惯 这些操作的话 突然有一天 剥夺了不让你有 其实你是非常痛苦的 这里还有个 更有欺诈嫌疑的规则 是额外奖励 因为玩家 每累计登陆五天 十天和十五天呢 都可以获得一个传奇宝箱 累计登陆二十天 二十五天呢 可以获得传奇宝箱 和传奇宝石 连续累计登陆三十天 可以获得两个宝箱 注意这里呢 它一直 它的这个规则是累计登陆 而不是连续登陆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七圈里 只登陆了五天 你还是能拿到 这个五天的奖励的 但是到第三十天 你会发现说 因为你有一天没有登陆 你也是无法获取奖励的 所以呢 你怎么办 你只有继续冲 风声恩惠啊 因为你时间不够了嘛 对吧 所以这个机制 其实设计出来 就是希望你不断的 去买时间 不断的去冲 所以其实这都是 利用定价权 对玩家做的一个 充满恶意的设计 不要以为有大悦卡 小悦卡 大悦卡战斗通行证 小悦卡丰盛恩惠 这个就完了 这游戏呢 还有一个系统在等着你 达到了45级 那么你立刻会解锁一个新的系统 这个系统呢 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密学奇才之路 这个密学奇才之路呢 首先这个密学奇才 其实是暗黑三里面 一个秘术师的被动技能啊 然后呢 很巧妙的被用到了不朽里面 这又是一个进度奖励系统 跟战斗通行证呢 其实大同小异 但是呢 它不是跟着时间走的 它是跟着玩家的角色等级走的 也就是玩家45级以后呢 角色每成长5级 就可以获得对应的奖励 奖励呢 主要也是用来刷上古秘境里的传奇徽章 玩家等级达到60级以后 到85级的这个巅峰等级 就paragon level 每5级呢也可以通过 也可以从这个密学奇才里面 获得奖励 但是呢 这个系统呢 就没有免费党 你必须花150多人民币 才能开启 然后你可能要说 150多人民币开启呢 你只要练集 对吧 它还送你这个 刚才说的去刷密尽用的 这个徽章嘛 好像也挺合理啊 这徽章可以送给你 你不一定都要通过买 那个永恒魔球去买嘛 这里就要说到 这个游戏里设计最恶心 也最玄妙的地方 就是你以为的传奇 徽章实际上分两种 而且它对于不负费的玩家 是充满歧视的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美术啊 你不仔细看 你还会以为 这个紫色面孔的这个女神 是徽章是一模一样的 你仔细看一下 其实这个女神徽章的外围 这一圈啊 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你再仔细看一下文案 它其实文案也是不一样的 一个呢 叫legendary crest 就传奇徽章 另外一个呢 叫永恒传奇徽章 eternal legendary crest 所以它是不一样的 你再看一下文案呢 战斗通行证也好 游戏里完成任务 送给你也好 还是你付费开通的 这个秘学奇才之路 这些奖励给你的徽章 都是普通的传奇徽章 这些徽章开出来的宝石 玩家是不可以放到 游戏的交易里去交易的 也就是和玩家角色是绑定的 只有玩家课金付费 通过永恒魔球买的永恒传奇徽章 开出来的掉落的传奇宝石 你才能在市场里交易卖掉 我再总结一下 这相当于是一个皮修啊 只进不出嘛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你只有真的真金白银花钱 买了徽章掉出来的宝石 你才玩家才可以转手卖掉 你才能换成钱 如果是游戏系统奖励你的 哪怕这个奖励系统你也是付费开通的 但是只要是游戏免费给你的 对不起 这个宝石再烂 你也不能把它卖掉 你只能自己用 这里我们不仅就要问一个问题 我到底要磕多少钱 才能在暗黑破坏神不朽 这款游戏里毕业呢 之前网上有一个流传非常广的版本 是11万美金 这个说法呢 实际上来自油管频道 Blu La News的一个推算 他们认为呢 你这个传奇宝石 估计啊 要花11万美金 也就是74万人民币 这个经过Kotaku的报道呢 流传的就比较广 但是实际呢 后来这个YouTuber有出来讲说 这只是一个推算 实际上他们认为 可能远远不止11万美金 国际服呢 不朽这款游戏 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美服呢 目前战力最高的一个玩家呢 叫Megashield 那么这个60级的角色呢 他已经花了10万美金 也就是差不多 已经67万多人民币 也就是70万人民币了 这个玩家估计 他接下来一个阶段 还要再花6到7万刀 也就再花50万人民币 所以看起来11万美金呢 远远是不会毕业的 可能花到上百万人民币 都不一定能从这个游戏里毕业 最后要说的是啊 只要你玩过暗黑破坏神PC版 你就知道没有一个玩家会只练一种角色 对吧 会只练一个职业 野蛮人啊 武僧啊 巫师啊 圣骑士啊 等等 你所有的角色都想练一遍吧 对不起 在不朽这款游戏里 你所有课的心 只有一个角色 而且只有一个服务器 这个角色是不可以转服 也是不可以把你在某个角色里刻的精 转化到别的职业和角色上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练第二个角色的话 你要从头再刻一次 就是因为这些一层又一层的刻精套路 所以让这个欧美的玩家群情激愤 在Metacritic上啊 这个几乎是有史以来打分最低的游戏 十分制的满分 玩家的评分 已经达到了0.3和0.2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的分数 几乎没有好评 甚至有评论说 不朽的刻精机制比原神还糟糕十倍 非常著名的暗黑破坏神的资料攻略网站 叫MaxRow 它上面有暗黑破坏神2和3 包括韩国的一款游戏Lost Ark的 这个失落方舟 所有的这个攻略资料 非常非常详尽 也是一个非常权威的网站 他们花了数万小时的时间 去收集这些资料 做出最强的配装 我相信如果说 你是一个天梯玩家 或者说打赛季的话 应该都会知道这个网站 那么这个网站呢 在一个月之前 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决定把暗黑破坏神不朽的板块关闭 我翻译了一下 他们观战的五条理由 我觉得写得非常好 我这里给大家读一下 关闭不朽板块 对我们来说是个艰难的决定 我们投入了累积一万多小时的工作量 当然也有开发商 他们投入了金钱 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关闭过 一款游戏的资料库 不幸的是 近来的事件迫使我们做出这个决定 首先是经济系统 这是我们关闭暗黑破坏神 不朽板块的核心原因 极具掠夺性的付费银 Pay to Win系统 已经远远超出了一款移动游戏应该有的正常范围 赌博上瘾是真实存在的心理疾病 真的可能会摧毁一些人的生活 即便是99%的玩家能忍住课经的冲动 我们也不能对那1%的玩家无动于衷 这彻底背离了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不愿在助纣为虐 二 无视社区意见 我们对不朽开服后的失望情趣和社区是一样的 不只是从课经角度 也是对于游戏的品质本身 尽管我们不是职业的游戏设计师 但我们实在无法相信 现在这款不朽 是长达近两年的内测和反馈的结果 三 劝退的游戏体验 从地域一级难度到地域二级难度之后 玩家的角色升级进度会戛然而止 你要么每天干8小时以上 且不说有多个隐形的上限阻止你这么干 获得50、15级的战斗升级评价 要么就开始课经去商店买买买 这种感觉太让人劝退了 让人没有登陆游戏的动力 四 钱不是万能的 尽管网上恶评如潮 但运营不朽这个板块 我们Maxroll还是能从中获利的 只可惜人生远不只是钱 还应包括践行正义 正如本文所述 我们决心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我们决心放弃一切 一年半以来的收集成果 无数的时间 错过的节假日和家庭义务 以及开发者 他们的时间和金钱成本 我们只希望和你一起做对的事 无可救药 最后我们团队还讨论了 什么时候我们愿意重开不朽板块 除非能严重削弱无止境的客金系统 给免费玩家一个真正的机会 否则我们不认为我们会选择重开 这也是我们在第一次重大更新前 早早关闭这个板块的原因 我们不认为暴雪会在可见的未来 做出足以修补这些缺陷的工作 我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有什么想法 我们中国的游戏环境和海外是差得非常远的 毕竟在海外 单机游戏 主机游戏才是主流 手游虽然受众广泛 但是实际不管是从口碑来说 还是从在游戏行业的整个鄙视链来说 地位是没有那么高的 但在国内可能恰恰相反 更多更多的玩家是手游玩家 他们可能从来不玩单机游戏 甚至没有主机 主机玩家反而是金字塔顶的极少数人 所以在介绍完暗黑破坏神不朽 这么复杂的层层套路的客金系统 以及这款游戏在海外运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之后 如果你已经看到这里 我想请你再投一次票 你会不会玩暗黑破坏神不朽国福 会玩的打一 不会玩的打二 让我在公屏上看到你们的选择 最后呢 作为一个主机玩家呢 我不想去鄙视玩手游的用户 因为我觉得玩游戏都是玩游戏 多巴胺的分泌是一样的 你有选择的自由 但是我愿意站在一个主机玩家的角度呢 给你一些建议和推荐 为什么当年暴雪靠这款游戏 让所有人意识到说 原来PC鼠标键盘 也是一个可以和主机一样好的游戏平台 为什么暗黑破坏神改变了ARPG 欧美ARPG的发展方向 甚至催生了多年以后像传奇这样的网游 甚至现在很多课经的法则又是从传奇那些网游里来的 只能说好一个轮回 比如在Switch上玩这个W2重制版和W3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体验 因为随时拿起来刷刷刷 包括之前的我收藏的这个PC的 这个是台版的暗黑破坏神3的这个单机版 我觉得PC才是体验这个暗黑破坏神 真正的这个系列魅力最好的平台 这是我的选择 希望也是你的选择 当然我也相信会有一些免费的玩家 甚至是一些课经的玩家 在不朽这款游戏里面 你们会体验到一些真实的快乐 至于在微博上甚至很多私信我 说哎呀其实这款游戏还不错了 我也磕了很多精 甚至炫耀说其实我不在乎钱 那我想说你需要关注的是你的心理健康 在一款课经游戏里花了多少钱 衡量的未必是你有多了解 多热爱游戏 而更可能是你本身有危险的 赌博成瘾的心理倾向 你需要帮助 最后呢还有一个本期节目开始的时候 提到的观点 Pay to Win的这种疯狂课经的游戏 长远来讲呢对游戏产业是有害的 厂商通过巧妙的去设计这些经济系统 和巧妙的做一些心理诱导 他就可以从玩家手上赚到 比他应该有而通过内容去赚到的 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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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钱 今年我玩的时间最多的游戏 同样是老头环 就是埃尔登法环这样的游戏 你会觉得哇我就花了一款游戏的钱 然后那个内容是这么这么的丰富 我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 一个单机游戏里面 不用再花钱 我都可以体验到那么丰富的 几乎是无权无尽超出我想象的丰富的内容 你是到底在为内容体验付费 还是因为有人利用你的心理缺陷 从你身上赚到了不应该赚到的那么那么多的钱 我认为后者不是一个游戏开发商应该做的工作 这恐怕也是一部分的理由 就是为什么中国很多的游戏开发商 没有走上3A游戏的道路 而走向了这些课金手游的道路 以至于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游戏产业 变成了这样一副模样 有了此番轮回 就别想再经历涅槃 看回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看回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路在脚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